我十七岁那年 跟养母从超市出来 一辆货车从拐弯处飞快开过 养母为保护我被车撞倒 送去医院的路上 她强称着说出并不是我的生母 料理完她的后事 我按养母的医院去公安局 将自己的DNA输入到数据库 一个月后 亲生父母联系上我 一进那个家门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 朝我扑过来 我侧身避开 她哭得很大声 姐姐是恨我的吧 就算我亲妈养大了姐姐 但她怎么能为了 让我有份安稳的生活 就将我们调包 我亲妈一脸心疼 上前哄她 我看着她们一家三口 抱头痛哭 明白自己是拿到了女二剧本 我咳了几嗓子 吸引她们的目光 先别急着叫我姐姐 毕竟咱俩谁大谁小 还不知道呢 不等贾千金沈孝岩辩解 我望着她勾唇笑道 我养母是去世了 但她用过的牙刷还在 不然你们先去验个DNA 再来给她病醉如何 沈孝岩文言花容失色 我心里很是痛快 让你污蔑我养母 就你那短小身材 怎么可能是我养母的孩子 我亲爸出来阻止 说我养母已经过世 恩怨就随风去吧 毕竟她将我抚养长大 就这样算了 还好我亲妈有些脑子 拿着沈孝岩的头发 与我养母的牙刷 去做了DNA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 沈孝岩跟我养母 没有任何关系 她一脸怯弱地说 小说和电视剧中 都是这样演的 穷苦的父母 为了自己的孩子 可以获得好的生活 就跟富人家的孩子调包 小说写的最多的是 情妇心有不甘 将自己和正式的孩子调包 我这话一出 沈孝岩哭得痛不欲生 我爸黑着一张脸 骂我是脚家精 我妈颇有深意 看我一眼 继续哄亲手养大的女儿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发现家里有个替代品 是什么感受 沈孝岩从小得到 良好的教育 食指鲜鲜不沾阳春水 钢琴 舞蹈无意不惊 是我爸妈的骄傲 养母独自带大我不容易 我五岁就会做饭 十岁就到街上摆摊 赚自己的学费 我亲妈是想弥补我 但她理想中的女儿 是沈孝岩这样 娇娇弱弱的女孩 她认为我养母 把我养野了 请家教教我礼仪 还带我去买名牌 衣服和包包 我对名牌的见识 和用餐礼仪 是不如沈孝岩 但我会做饭呢 结果 我做的红烧猪蹄 卤牛肉 麻辣烫 不仅没收服他们的胃 还让他们觉得没营养 用我亲爸的话说 我除了跟他们有血缘 一点优秀的基因 也看不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 她说这话 是想激励我转学后 好好学习 我真谢谢她了 我忍受力再差些 这话都能让我厌学了 她觉得 我从小没上过补习班 学习成绩肯定不行 就将我安排进私立学校 转学考试那天 我爸说 对我要求也不高 只要能混完高中 考个三本就行 那天是我妈陪我去的学校 考试前她笑着说 女儿 考多少分都行 不要有压力 沈孝岩跟我读 同一所私立高中 同是高三年级 我转校第一天 她就透露出风声 我是他们家的亲戚 传到最后 我成了沈家的私生女 跟沈孝岩同一天出生 亲妈死后 被我爸带回家 我真不知道该说 她是精明还是蠢 真以为这话 不会传到我妈耳中 被养大的女儿 咒自己死了 我很想看看 我亲妈知道后的表情 我转学考试几乎满分 老师让我去沈孝岩所在的重点班 但我选了竹马公军号千丁宁 万主妇的班 进班后 我才发现 她也在这个班 怪不得转学前 她一再提醒 我选这个班 从沈孝岩的跟班口中得知 原来这个班上全是关系户 没人爱学习 于是顺理成章地 学渣这个名声 紧紧地贴到了我头上 反正我爸对我也不抱希望 根本没问过我 转学考了多少分 但我妈有些意思 她连我考了多少分都不知道 就跟老师说 不要把我转学考试分数泄露出去 我妈对我还行 但也只限于沈孝岩 不跟我争的时候 高考前一个月 我妈带我们去定制考试时 穿的衣服 我按自己的喜好说了 而沈孝岩一口一个听妈妈的 对衣服款式没有任何要求 但等衣服拿回来后 她却一脸难过地 扑到我妈怀里 妈妈 你给姐姐挑的这身衣服好漂亮 于是我的衣服成了她的 我妈看看沈孝岩的衣服 再看看我的大长腿 拿出一千现金给我 我说我要做件龙袍 这个钱连设计师的费用都不够 我妈愣了 随后微信赚了我三万 她并没有问我 为什么做龙袍 我自然也就没说出 我无意中听到沈孝岩说 要给我一份大礼 沈孝岩联系了几个混混 想在高考那天 给我一个教训 我正发愁怎么自慰 她抢了我的衣服 让我想到 可以做件龙袍当武器 我不知道 我教训沈孝岩后 我妈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但还是想试试 在她和我之间 我妈如何选择 我提出不如高考前一周 我搬到酒店 给沈孝岩一个 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妈盯着我片刻后同意了 这次她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让我那几天吃饭也在酒店 纵使她对我在金钱上这么大方 我心中也明白了 为了沈孝岩 我妈宁可我受委屈 高考第一天 我穿着龙袍去了考场 龙袍是用明黄色的透气丝绸制的 下摆那层边都放了细纱 任风吹 衣摆也不会乱舞 我这身装扮 一路吸睛无数 从考场出来 我找到爸妈那儿 刚想过去 就看到沈孝岩如同蝴蝶般 扑到我妈怀里 我爸看到我 露出牙疼的表情 一手搂着我妈 一手搂着沈孝岩离开 旁边同学嘲笑我 穿上龙袍 也不是太子 一个私生女还敢跟正宫小姐叫板 还有人说我学习不好 就拿衣服来凑 穿成这样是为了引起校草赵上的注意 赵上市赵氏集团的二公子 从小跟沈孝岩订了娃娃亲 这是沈孝岩亲口告诉我的 我爸妈现在都没提给我落户的事 还让我跟着养母姓赫 其实这也是在间接肯定 沈孝岩和赵上的婚事 不会因为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有所改变 我站在原地 眼看着我爸妈和沈孝岩 消失在我面前 公军号一拍我的肩膀 走 回酒店换下这身龙袍 哥带你吃好吃的 我望着公军号那身明黄的龙袍笑了 他当初看到我的设计图 直嚷嚷我穿成这样是要拍戏 高考这天 他却陪我一同穿龙袍 用诚意支持我的举动 往酒店走的路上 迎面过来几个二十出头 染着红毛绿毛的小混混 我和公军号对视一眼 迅速转身 想走另一条路 身后的人却快速围上来 打头那红毛一脸怪笑 怎么 穿个龙袍就当自己是黄女了 跟哥们玩玩呗 要玩找别人去 我穿龙袍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 哟喝 小妞性子这么刚 我喜欢 红毛说着就想摸我的脸 一个小混混在旁边拦住我 红毛上手想扒我的龙袍 助手 公军号红着眼怒喝 他身边也围着三四个小混混 我一把推开红毛的手 你不就想要我的龙袍吗 我自己拖 四周的混混文言哈哈笑起来 还有人说我上道 公军号大声嚷着要陪我 跟我一起解开龙袍的扣子 露出里面的T恤 我将脱下的龙袍 顺势一卷扫向红毛 混混们笑着说我这点小儿科 也敢还手 但很快 红毛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围在公军号四周的小混混 也各个惨叫出声 我拿起龙袍 继续往旁边的混混身上抡 这一副设计时 我就想好了 之所以会在龙袍里装细纱 除了压裙摆之外 还可以当防身武器 龙袍拿回来后 我们每天练习 如何快速卷成棒子 如何打人会痛 龙军号是公事集团的二公子 小时候差点被绑架 练就一身好武艺 这次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前 他也帮我钻研了一堆 真假千金的小说 设想我会遇到不同的状况 这次我能无意中听到沈孝岩的计谋 也多亏公军号的指点 龙袍被我们抡得虎虎生风 没几下就将那帮混混打倒在地 我朝小巷的入口处望去 沈孝岩和赵上两人 以为自己躲得很好 我送对白眼给他们后 嚷道 你们傻愣着干嘛 还不报警 照上手忙脚乱的掏电话 沈孝岩反应过来 刚想开口 被我一个眼刀横过去 闭上嘴 就在沈孝岩急得直对照上咳嗽时 他反应过来 盼盼 这是闹大了也不好 毕竟你是女孩子 闹到警局对你名声不好 我一没偷二没抢 有什么不好 难道遇到坏人 还要站那儿认他们欺武 照上被我一顿抢白 哑了 姐姐 尚哥也是为你好 毕竟你一个女孩子 进了警局多不好听 怎么会是我一个 你不是女孩子 沈孝岩愣在那儿 警笛声响起 公军号在一旁露出白牙 我报的警 来得还挺快 沈孝岩和照上 被我指证是目击者 跟那些小混混 一起被带到警局 到了警局 公军号控告小混混绑架 勒索他 沈孝岩惊讶开口 这位哥哥 我看他们 是冲着我姐姐去的呀 围着你 只是因为你跟他一起 你算哪根葱 也敢叫我哥 公军号一直我 他几斤几两 值得那些人绑他 我清了清嗓 九十斤八两 按牛肉一斤 七十块算 还不到八千块 但要是按贩卖人口算 我可能也值个几万吧 公军号邪魅一笑 几万也不值当 对方出动七八个人吧 我这公家二少 才值绑匪出动这么多人 警察本以为是拦路抢劫 听我们这样一说 直接进去重新审问那几个混混了 等我爸妈赶来 沈孝岩一头扎向我妈怀里 妈妈 我只是想跟姐姐开个玩笑 我没想绑架她 我上前一把拉开她 行了 别逮谁就叫哥哥 姐姐 我跟你又不一个妈 又没血缘关系 谁是你姐呀 不等我爸妈开口 我让警察将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 小混混招出是沈孝岩出钱 让他们在路上拦住我 最好是在大街上将我的龙袍扒了 她说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当街被人扒龙袍 肯定会被传上网 到时她会买水军 引导键盘侠 说我爱招摇 穿龙袍进考场 被人盯上活该 警察陈述完 我爸上去就给了沈孝岩一巴掌 嘴里还骂着养了条白眼狼 怎么能这样对姐姐 我无聊地翻着白眼 这对妇女 为什么非要让我当沈孝岩的姐姐 沈孝岩瞬间泪水流了下来 眼神里全是无助 爸爸妈妈 我错了 你们别不要我呀 我做了你们十八年的女儿 被你们捧在手心里 像个小公主 现在姐她看我一眼 马上改口 现在沈小姐回来了 我好怕你们不要我 泪水不断从沈孝岩脸上落下 沈小姐一回来 我就叫她姐姐 是想着与她拉近关系 她却一直不认我这个妹妹 沈孝岩看着我 露出一个凄惨的笑 仿佛一朵小白脸 妈妈带我们去定制衣服 我知道沈小姐选的衣服 我穿不好看 还是硬抢了过来 她上前走到我妈面前 砰的一声跪下 妈 我抢那衣服 是荡成姐姐给我的礼物 我本以为她会穿我选的衣服 但她宁可被人笑穿龙袍 也不穿我选的那件 沈孝岩放声大哭 是毫无美感的放声大哭 那叫一个悲痛欲绝 我亲生父母 应该从没见她这样哭过 一脸心疼 却又将沈孝岩拉不起来 我忍不住拍起了手掌 龚军号和我心有灵犀 一同为沈孝岩鼓掌 沈孝岩哭不下去了 抬头满脸泪水地看着我们 龚军号撇嘴 你刚还管我这个陌生人叫哥哥 我就得认你这个妹妹 那我妈还不追着我打 什么女人都敢往家岭 我走过去 看着龟坐在地上的沈孝岩 伸出手望着她 一言不发 姐姐 你原谅我了 沈孝岩用手在脸上 胡乱抹了两下 将满是泪水的手 放在我手心 哟 这是想恶心我呀 我随时将她拉起 等沈孝岩娇娇弱地站起来 我低头俯视她 你身材娇小 选的是极西裙 我比你高一头 胸以下全是腿 你的裙子我穿上 还不成打底裙了 我瞅了眼公君号手中的龙袍 回看沈孝岩 我要是穿你挑的那条裙子 你花钱雇得这帮混混 是不是要说 我故意穿成那样 被人调戏纯属活该 沈孝岩本以为 我会逼不得已原谅她 脸上刚露出笑容 但听到我这话后 她愣在原地 你也别叫我沈小姐 毕竟我亲生父母 将这个信给了你 我现在还是跟养母姓赫 你以后可以叫我贺小姐 我伸手将她刚哭凌乱的头发 别到耳后 也别叫我姐 我亲妈只生了我一个 养母一生未育 养大了我 提起养母 我内心一酸 眼泪在我眼眶打转 我抬头望天 不让她落下 许久 我看向我妈 我知道你养大了沈孝岩 天心她正常 但我也是有妈妈疼的 虽然她现在过世了 公军号挤不过来 打断我 傻瓜 你还有我 这个哥哥疼你 我爸妈可喜欢女孩了 去我们家做女儿吧 我刚酿好的情绪 让她一打脚没了 同时 李志也回来了 我推开公军号 看向父母 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 我怕我妈在天上看到 我被亲生父母如此忽视 会心疼 我深吸一口气 再次开口 我们还是签一份断绝书吧 以后断绝关系 不再来往 我不同意 我爸沈国林睁圆了眼 皱起眉头 盼盼 爸爸 妈妈 是想等你高考完 带你回老家上 族谱改名字后 回来改户口 我妈沉言上前抓住我的手 妈妈不是不爱你 我只是看你回来后 不哭不抢 就以为你不会介意 我望着她 要是我回来后 又哭又抢 你们是不是又会觉得 我养母没把我教育好 沉言呆呆地望着我 露出茫然的表情 所以不管我是乖巧还是独立 在你们心里 我始终比不过亲手养大的女儿 哪怕你和她没有血缘 我吸吸鼻子 常常呼出一口气 我养母临终前 希望我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得到良好的照顾 她要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 一定会心痛的 沈笑颜扑过来 高喊 爸爸妈妈是爱你的 沈笑颜这三个字 也是代表爸妈的爱情 你不能这么狠心不要他们 不等他走近 我伸手一掌 按在她脑袋上 沈笑颜胳膊伸开 像八爪鱼一样挥舞 我望着沈国林夫妻冷笑 沈笑颜只是代表 沈国林看着陈颜笑 不代表你们爱我 陈颜的目光落在 沈笑颜身上 她还穿着我 亲自选的裙子 我选的是集西裙 身材娇小的 沈笑颜穿上 都快成长裙了 陈颜一下崩溃了 只站在那儿默默流泪 脸上的妆 也被泪水冲刷开 盼盼 爸爸承认在这一年里 不够关心你 你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吗 沈国林将沈笑颜 从我掌下解救出来 让她站在一边老实待着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打开递过来 你说过 你养母喜欢黄金首饰 却为了养你 一直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 这首饰是你妈妈亲自设计的 就等你考完试 一起去你养母坟前给她 那是一套很漂亮的黄金首饰 沈颜走过来捂住胸口 盼盼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你养母在天上 一定也希望你能得到父母的爱 我望着他们良久 缓缓开口 只要你们能找出 当初撞死我养母的真凶 我就跟你们回去 从警局出来 一辆黑色家常车开过来停下 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公军号带着我坐进去 我没有再看沈国林夫妇 而是将头靠在椅背上 车启动后 我扭头看向公军号 谢谢你 一直在我身边 你不是也一样 她笑道 明天还要考试 我们去吃顿好的 我摸了下长发 看着窗外的风景轻声道 我想从头开始 好 她拍拍我的头 然后带我去了理发店 从理发店出来 跟公军号坐在餐馆吃饭时 周围看我们的人很多 怎么样 我设计的发型不错吧 她望着我笑 我没好气地看着她 板寸还用设计 你让我理这发型 是不是把我当成跟班小弟了 不过这发型我很喜欢 毕竟从小留到大 小时候 养母怕我被人欺侮 就将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 又给我穿男孩的衣服 她说我长得白净 穿裙子会被小男孩欺侮 后来我就成了上述摘果 下河摸鱼的黑小子 养母说我皮是些好 长大也不会被男生欺侮 也是在那时 我认识了公军号 莫名其妙就成了她的朋友 也幸好认识她 不然养母的仇 我都不知道找谁报 也不会那么快被亲生父母认回去 第二天去考场 穿上公军号 给我准备的衬衣 长裤 再配上我这板寸头 气场足有二米八 沈国林夫妇一早就站在考场门口 看到我差点没敢认出来 我这身撒爽风 很不符合沈家人对女儿的要求 沈国林最先缓过神 大步走过来 盼盼 你好好考试 你养母的事交给爸爸了 放心吧 我点点头 进入考场 我怎么可能不放心 只要沈国林愿意 真凶分分钟就能找到 毕竟那是她的情人 沈孝岩的亲妈 我亲眼看着那辆行驶的 好好的车失控 朝我和养母撞过来 她一把推开我 自己却被车撞倒了 还被来回碾压 见过那个场面 我再也无法安睡 我叫了十七年的妈 死得太惨了 我十岁时 有个伯伯说要娶她 条件是不能带我 我能看出养母很喜欢她 主动提出 我可以去孤儿院 她笑着说不嫁了 盼盼 以后妈养老的事 就归你了 我想陪她到老 告诉她 为我做出的牺牲 不会白费 可是我还没有成年 她就因为就我不在了 肇事司机 说她当时心脏病突发 才引起了事故 公军号将调查结果给我 问我是想先活在她的羽翼下 等有能力再帮养母查出真相 还是现在就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找出真凶 她说最有可能的凶手 是沈孝岩和她亲妈 他们应该知道我的身份 我养母只知道我是弃鹰 却不知道我身世 不然当初也不会让我去公安局 而我亲爸沈国林 当年并没有参与调包孩子的事 作为公事集团的二少爷 公军号纵使未成年 手里也有人脉 当我做好心理准备工作 要回到沈国林夫妇身边时 公军号安排人手 让陈妍无意中发现 沈孝岩不是他们夫妻的女儿 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 他们去公安局登陆DNA时 发现库中的我和他们的符合 就这样我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 调查买凶撞我养母的凶手 我回去之后发现 沈国林对沈孝岩的目光有些冷 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带着愧疚 她提起我养母时很是自然 而沈孝岩很喜欢听 我跟养母受的苦 我妈是很想补偿我 但毕竟女人心软 她对着亲手养大的沈孝岩 也十分疼爱 疼爱到从未想过 为她找亲生父母 公军号给我找来那堆的狗血小说 还是有用的 从旁观者的视角 我发现我妈 似乎对沈国林和沈孝岩起了疑心 不得不说 沈国林手段可以 居然换走了沈妍 拿到鉴定中心的毛发 最终的鉴定结果 肯定会显示她和沈孝岩 没有妇女关系 公军号问我 要不要发正确的亲子 鉴定结果给沈妍 我拒绝了 她要是有所怀疑 会去别的地方再做鉴定 同沈妍一样 我刚到那个家时 不知道怎么和她这个亲妈相处 毕竟虽然血缘上很亲近 但实际上 我们几乎算是陌生人 再者 我一心只想找到 害死我养母的凶手 每次叫沈妍妈 我都会想起 养母倒在一片血泊中的画面 我在沈国林和沈孝岩手机里 都装了监听器 发现沈孝岩早就知道 她不是陈妍的亲生女儿 我根据她的通话记录 查到沈孝岩的亲妈 名叫曾娜 同时也是沈国林的学妹 我推测曾娜认识我养母 甚至在十八年后 也认出了她 怕我的身份曝光 影响沈孝岩 就起了杀念 既然曾娜那么怕 我会抢夺沈孝岩 在沈家的地位 那我就打脸给她看 只有逼她再次对我出手 才有机会抓住曾娜 找出杀我的动机 治她的罪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高考分数出来那天 班花叫我和龚君浩 去参加她的生日宴 龚君浩告诉我 班上那些富二代 都会和父母一同出席 沈国林一家也会去 我望着她笑了 我在班级微信群发消息 高考分数没下来前 沈孝岩和我之间的矛盾 让他们不要插手 鉴于沈孝岩只会在背地里出手 到了宴会 我独自去自助餐桌前 拿了小蛋糕 坐在角落安静地吃着 一块蛋糕还没吃完 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姐姐 现在你回来了 我是应该离开那个家 可是我从出生就在那个家里 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我抬头看到沈孝岩 一脸哭向看着我 仿佛我做了天大的坏事 姐姐 你别生气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这次来我是想求求你 回家吧 我望向远处与人谈笑风生的沈国林 收回目光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离开 沈孝岩一脸惊喜地望着我 姐姐 你肯回家了是吗 爸爸妈妈知道了 一定很开心 我笑了 这坑挖得真不错 我没有起身 坐在沙发上抬头望她 是不是我说什么 你都能自动转移成 你想要的答案 沈孝岩一脸无害地望着我 站在原地 好似不敢靠近我 旁边那些名流 望着我们窃窃私语 照上一脸怒气地走过来 喝盼盼 你能不能别老七五言言 你一个私生女 她这么大度让你回沈家 你还得寸进尺 私生女 低沉的男声响起 公军号过来拉我站起 她揽住我的肩 看向照上 照公子年纪轻轻 就得了阿尔茨海默吗 离我们上次去警局没多久 怎么就忘了当时的情景 照上看向公军号 激笑道 哟 这不是公家二公子吗 那天还口口声声说 有人绑架你 真被人绑了 公夫人恐怕还会为您叫声好吧 我明显感觉到 肩上公军号的手收紧了 公军号的声音带着冷力 看来赵公子消息了得 都能知道我家的私事 奉劝一句 事事无常 照上看着我们 露出一抹奇怪的笑 有些事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你们就不要做无用功 他一直我 好比这位陆小姐 明明是私生女 居然还想挤走正牌 沈大小街 我看着眼底含笑的沈孝妍 她和照上都不是脑残 在这种公开场合说 我是私生女 沈家这是要放弃我吗 沈国林为了情人 不惜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 那我妈呢 她也要放弃我吗 一道轻烈的女声响起 打扰大家了 请安静一下听我说 我妈居然拿着话筒 出现在我面前 坚定地望着我 沈孝妍慌了 小跑过来 妈妈 我是想请姐姐回家的 我妈走到我身侧 看向她 孝妍 你是我一手养大的不假 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盼盼一向不喜欢你叫她姐姐 你还是称呼她贺小姐吧 这几句从话筒传声 将整个会场都炸得安静下来 大家都看了过来 我妈环顾四周 向众人抱歉地笑 拉着我的手 真是对不住 本是想办个宴会 将盼盼介绍给各位 但刚听到别人叫她私生女 实在忍不住 我嫁给老沈 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场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也见证了我们这些年的磕磕绊绊 我妈这几句话 让大伙笑起来 照上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妈 沈孝妍满脸委屈地望过来 眼睛里全是祈求 妈妈 你不要我了吗 我妈语调平淡 要不是她紧握我的手 微微颤抖 我压根感觉不出来她的一样 赫盼盼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换了 还好她命大 被贺女士抚养长大 她回到我和老沈身边前 就向我们主动提出 不找到杀害贺女士真凶 就不改回沈姓 我妈看向照上 提高音量 请问赵公子 你明明知道 盼盼是我亲生女儿 为何刚才还侮辱 她是私生女 不 不是这样的 阿姨你明明 照上话还没说完 就被赶来的父母捂住嘴 不断向我妈道歉 赵太太 之前我不知道 孝颜与盼盼被调包了 你们赵家 要是认定孝颜这个儿媳 到时他们结婚时 我会给她一笔嫁妆 但赵家公子 跟沈家千金订婚的事 就此算了 毕竟盼盼 也看不上口口声声 称呼她私生女的男人 我妈说完 就拉着我向人群中走去 众人纷纷给我们让道 班上同学 看似小声 窃窃私语 却用我妈能听到的声音说 从盼盼转学过来 第一天 就被人传是私生女 这不是那假千金干的 还能是谁 阿姨的脑子 终于清醒了 我妈再次紧握我的手 我微笑着把她的手臂搂在怀里 妈 你真不要我了吗 身后 沈孝颜哭着喊 赫盼盼不认我这个妹妹 想赶我离开沈家 我害怕才说了几句误导同学的话 赫盼盼就是个学渣 陈阿姨 你确定要这个不学无数的人 接管沈氏集团 沈伯父同意吗 我回头望着他们 赵上的眼睛里全是疯狂 我同意 沈氏集团以后肯定是要交给盼盼的 不管他以后是姓沈 还是姓赫 沈国林走过来 刚好听到赵上的话 直接帮我震场 赵上满眼的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梦里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们真要认回赫盼盼这个学渣 赵公子做过什么梦 我不清楚 我妈转过身 但是我想 没有哪个父母 不疼亲生骨肉 却将财产全给没血缘的孩子 我妈这番话将赵上彻底打懵了 只有站在她身边的我 才能清楚感觉到她在极力控制自己 就算我女儿是个学渣 我也可以聘请职业管理人 帮她打理沈氏集团 沈国林的话 让我不由地想 或许我的亲生父母 并不像公军号猜测的那样 为了利益而不认我 沈孝岩跑到我们面前 指着我怒吼 赫盼盼的养母是精神病人 她从小跟这样一个女人长大 能学到什么 我松开我妈的手 走到沈孝岩面前 挥手甩了她一巴掌 她哭着看向沈国林夫妇 爸 妈 你们真的不爱我了吗 她被一个精神病人抚养十七年 现在又这么冲动打我 你们就算认下她 以后肯定也要带赫盼盼 去看心理医生 沈孝岩要是不提我养母 或许我还会逗她再玩一会儿 但现在我不想了 我看向班花 查高考分数 班花坐到电脑前 看到分数时 她第一时间扑向我 老大 我的分数居然可以上一本 沈孝岩走到电脑前 她的分数出来 比班花整整多了五十分 班花一翻白眼 你一个重点班的学霸 就比我这学渣多了五十分 你不觉得丢人吗 沈孝岩撇嘴 你们是学渣没错 但凭你们的家事 请十个八个家教 也不成问题 考出好成绩 也不足为奇 入小姐 不查查分数吗 沈孝岩少女感十足的脸盘 此时显得格外刻薄 公军号上前 输入她的准考证查询分数后 又输入我的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考全省第一 她作弊 沈孝岩看向大屏幕转头 面目猙獰地望着我 我挑眉 你作弊拿个全省第一给我看看 你要是真考第一名 清华北大早就给你打电话了 怎么可能现在一个电话都没 我掏出手机 让大家看 我的手机一直是在关机状态 我养母是复旦毕业的 我想跟她成为校友 不行吗 怎么可能 一个疯子 怎么可能是复旦毕业的 沈孝岩 你不如去照照镜子 看看疯子是什么样的 班华一招手 过来几个服务生 将沈孝岩拉向一边 她和班上同学 一起围住我 深深居了一躬 我扶鹅 亭 别三居躬 把我送走了 大家笑着一轰而上 将我举起抛向空中 恢复平静后 他们向各自父母解释 要不是我帮他们补课 也不会考如此好的成绩 沈孝岩红了眼 一直在旁边 吼着不可能 这是公军号 刚才叫的医生进来 将沈孝岩带去精神病院 沈国林终究不放心 跟了过去 宴会后 我妈让我跟她一起回去 我拒绝了 再见沈国林 是宴会后的第二天 她约我出去见面 她告诉我 她将沈孝岩安排在疗养院 若我不想见她 可以安排沈孝岩住一辈子 我看着沈国林 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儿 她说气就气 怪不得 她明知道我流落在外 也无动于衷 她提出让我回去 暑假在公司实习 沈先生或许忘了 当初我说的是找到谋害我养母的凶手 我才回去 沈国林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 许久才问我 是不是已经知道真凶是谁 我没有回答她 而是给沈国林讲起了我养母 我从小就知道 养母异于常人 看我不顺眼的小朋友骂我 妈是精神病 爸是短命鬼 我五岁时 外婆告诉我 养母大学毕业后 找工作被人拐卖 解救出来后 就疯疯癫癫了 外婆说 我是养母的药 有了我 她精神才慢慢好起来 我想要不是养母 没人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 讲述完这一切 我看着沈国林 现在你说将公司给我 就让我不再追究养母的死 是不是有些太儿戏 沈国林沉默许久 才开口 她和陈妍是大学同学 两人人家是相当 一路恋爱 结婚 很是顺利 曾娜是沈国林的学妹 也是她的下属 一次出差中 沈国林应酬喝醉了 她上了她的床 第二天 她醒来后 马上就把钱交给曾娜 让她辞去工作 后来沉颜怀孕 曾娜也不曾出现 沈国林以为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陪妻子到医院待产时 她遇到了大肚子的曾娜 她曾追问过孩子父亲是谁 但她说不是她的 那时曾娜身边 有个老实芭蕉的男人陪着 沈国林忙于公司和家庭 就没有多想 三年后 一次体检中 沈国林发现 沈孝岩与他们夫妻的血型不对 最初她以为孩子抱错了 想查到我的去处 再给沉颜说 以他们的家庭条件 留下沈孝岩一起抚养 也没问题 一个短信 让沈国林停止了追查我的下落 她去做了亲子鉴定 才发现沈孝岩是她的亲生女儿 沈国林调查后才知道 当年曾娜身边的那个男人 是她大哥 根本不是老公 曾娜的要求很简单 她不需要沈国林离婚 只求自己的女儿 能在亲生父亲身边长大 曾娜告诉我 你死了 她双手抓着头发 我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 怕失去你母亲 就一直隐瞒着真相 我看着这个曾经在杂志 网络经常出现的男人 我还曾以她为榜样 想在商界混出名堂 现在觉得她就是个自私鬼 一个出轨又不敢承认的虚伪男人 我只要你将查到的曾娜害我养母的证据 交给警方就行 可是那样 我和你妈就再没可能了 她会和我提离婚 我被气乐了 拿起书包就要离开 你真的不愿意回去 哪怕是为你养母 我养母是想让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但她一定不会想到我生父这么虚伪 就在我打开包厢门 想出去的时候 沈国林再次开口 你难道想让你养母死后 也不得安宁 我愣住 回头看她 刚才还一脸忏悔的男人 现在眼底满是凌厉地盯着我 她掏出手机摆在桌上 示意我上前去看 当看到相册里养母的骨灰盒 我脑子直接炸了 我抬头看向沈国林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会将女儿恩人的骨灰盒挖出来 她一副是你逼我这样做的样子 让我这才发现 沈孝言和她很像 你只要乖乖回家 在你妈面前表现得像个乖女儿 你养母自然会好好安葬 她站起身 拍拍我的肩膀 之前我说把公司留给你 还是做数的 沈国林起身整理一下衣衫 信心十足地离开 我坐在包厢沙发上 没有动 许久 门开了 进来一个女人 沈颜明显是哭过了 眼里满是痛苦 盼盼 你不用委屈自己回那个家 妈妈一定会将你养母的骨灰 完好地带出来 我起身上前抱住她 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妈妈一定会让那对狗男女 得到应有的惩罚 等我情绪稳定后 沈颜说陪我一起回酒店 茶室离酒店不远 她拉着我的手 陪我走回去 就在我们马上要到酒店时 我记忆中最可怕的那段历史 再次重现 一辆车冲着我们飞速开过来 沈颜像我养母一样 想推开我 我用力将她推开 这时车已经开了过来 沈颜在旁边大喊着 不要 我迅速扑到车盖上 双手抱头侧躺 车停下来 我抓紧时机从车上跳下来 鬼知道 为了练这套动作 我受了多少次伤 从我准备打脸沈颜言起 我就知道曾娜还会再害我 毕竟我养母的死眉牵连到她 她很有可能顾忌重施 我抬头看向司机 居然是曾娜本人 她正倒车 想再次撞我 我上前抡起手袋 就砸向车窗 玻璃碎了 曾娜一脸呆滞地望着我 来之前 公军号给我准备了一个 十斤重的铁饼 她说 要是再遇到车祸 我可以在逼停车后 拿这个砸车窗 我没想过曾娜会亲自开车撞我 看着她脸上被碎玻璃划伤的脸 我感觉很爽 但又能怎么样 我养母再也活不过来了 这样想着 我上去准备揪住曾娜的衣领 想让她的脸直对上车窗的碎玻璃 陈妍的手比我更快 她做了我想做的 扭头对我说 盼盼 报警 有人谋杀你 警察来得很快 我让陈妍先去医院包扎伤口 我跟着警察去派出所 我向警察说清楚了 曾娜和沈国林的关系 还有她当初买凶杀我养母的事 警察很快打电话给沈国林 让她来派出所协助调查 她来的时候 陈妍也正好包扎好伤口过来 她看到沈国林快步向前 伸出自己包扎过的手 沈国林刚要去看陈妍的手 她却一脚 踹在了沈国林的两腿之间 沈国林熬一嗓子 将整个派出所的人吓了一跳 沈妍却无动于衷 指着她 警察同志 我报案 这男人跟刚想撞死我女儿的女人 十八年前拐卖我女儿 十八年后 她还将我女儿的养母骨灰偷走 妍妍 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没有沈国林痛的呲牙 还是为自己辩解 沈妍看着她 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 今天那地方是你定的没错 但我已经想办法录下了你跟盼盼的谈话 怪不得陈妍刚进包厢后 就说出会帮我找到养母的骨灰 我看着站得笔直的陈妍 最初我怕她念着与沈国林夫妻情谊 只是大概提了下与她见面 没想到她已经做好准备 拿到了沈国林威胁我的证据 陈妍看着我 眼底有丝柔光 你养母为了救你 都能付出生命 就算是给她一个公道 我也不会再留恋这个渣男 在离开警局前 她向沈国林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几天后 陈妍的律师告诉我们 曾娜把一切都招了 她当初以为怀孕就可以拆散 陈妍和沈国林的婚姻 但没想到陈妍也怀孕了 曾娜那次带着肚子 出现在沈国林面前 她发狠的话让她后怕 但那个时候胎儿已经大了 银产会伤害她的身体 曾娜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也去了陈妍生产的医院 为了能提前生产 她故意划了一跤 待沈孝岩出生后 她找机会将我们调了包 曾娜没想过抚养我长大 她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 有个好的生活环境 她打听到我养母曾被人拐卖 后来疯了 就偷偷将我放在养母的门前 她想看看 我被一个疯子抚养长大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十七年前 曾娜再见到我养母 发现她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长得也越来越像陈妍 再打听到我想去沈国林公司上班 曾娜怕事情败露 就找人想撞死我或养母 她认为 无论我和养母任何一个人送命 事情就不会败露 沈孝岩就会一直是沈家的千金 曾娜没想到养母在临终前 告诉了我事情真相 还让我去找亲生父母 御师说 曾娜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直到这个消息后 我妈搂住我大哭一场 她说她对不起我 如果当初发现沈孝岩不像她时 就去做个亲子鉴定 也不会让我吃这么多苦 她跟沈国林离了婚 并将她所做的事宣扬出去 沈氏集团股票下跌 很快就被人收购 而沈国林明知亲生女儿被换 非但隐瞒不说 还挖了我养母的墓 以怨报得的名声传了出去 也没人愿意再跟她合作了 大学开学前 我妈将离婚分的房屋 商铺全部卖了 她在我上大学的城市重新置业 还给我养母买了块墓地 安置她的骨灰 开学第一天 我望着大学的校园笑了 现在我和养母成了校友 也会实现她的愿望 她曾对我说过 若当年没有被拐卖 想当一名老师 教书育人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龚君浩在我眼前晃着手 我轻笑 想你 一向大大咧咧的她 居然脸红了 我乐了 只是随口一句玩笑话 居然让她红了脸 想想大学四年有龚君浩陪伴 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或许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又或许会升级为恋人 这一切都交给时间来检验吧 我不会因为亲生父亲的渣 就恐惧爱情 毕竟世上没有十全十美 我们要做的是发现不对后 大胆验证 认真对待 郑文婉 沉言翻外 我曾怀疑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生下沈孝岩后 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不喜欢 直到沈孝岩高二暑假那年 我意外得知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亲生女儿是个叫贺盼盼的女孩 我当时又激动又气愤 找人调查后 我发现是有人将盼盼 放在了她养母贺山家门口 贺山中归是个精神病患者 我的女儿这十八年来能过什么好的生活 看着照片上瘦小的盼盼 我心如刀剑 接盼盼回来那天 沈孝岩哭着说是贺山不好将他们换了 盼盼如何到的贺山家 我并没告诉她 沈孝岩误以为她是贺山的女儿 这样说也没什么 但这话怎么听都是像给盼盼吓套 令我没想到的是 盼盼直接反击 主动提出拿沈孝岩的头发和贺山使用过的牙刷去做DNA 沈国林帮沈孝岩 让我有些意外 毕竟她平时对她的关心也不多 我找人给沈孝岩和贺山做DNA亲子鉴定时 将她和沈国林也一起做了 沈国林对沈孝岩向来都是不冷不热的 有时候还会用一种厌恶的目光看着她 我以为她是因为我不喜欢沈孝岩 所以也不喜欢她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我气得想找沈国林拼命 但冷静下后 我并没有采取行动 现在公司的业务主要在沈国林手里 还不是跟她翻脸的时候 而且以我对沈国林的了解 她并不会主动选择换两个孩子 我找人去调查沈孝岩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 不知道为什么 盼盼总觉得我喜欢的女儿是沈孝岩那样的 沈孝岩在学校耍的那些小手段 我都知道 我没有出手帮盼盼 是想看看她的能力 高考前 沈孝岩抢了她的衣服 盼盼说想定制龙袍 我在她眼中看到了稳操胜券的底气 我接到警局的电话 说有人想绑架盼盼 我心都吓得要飞出来了 直到警察说对方没得逞 我才发现自己之前想考验盼盼那些想法多可笑 我想着盼盼毕竟不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等我从沈国林手中将公司抢过来 以后肯定是要让她管理的 我怕别的董事不服一个乡下女孩 只有证明她的能力才可以 沈孝岩是我是盼盼的刀 却险些再次伤了她 我很是后悔 令我没想到的是 盼盼直接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原来在她眼里 我是如此偏心沈孝岩 那一刻我心疼了 我没法告诉她 我没爱过沈孝岩 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直到听到她说 我知道您养大了沈孝岩 偏心她正常 但我也是有妈妈疼的 虽然她现在过世了 那一刻我真的后悔了 接盼盼回来后 我应该多给她些母爱 而不是为了公私试炼她 我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 我怕我妈在天上看到 曾经捧在手心的宝贝 被亲生父母如此忽视 会心疼她的这句话 像刀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一直拿公私为借口 其实说白了还是自私 我连赫山都比不上 私家侦探调查得很清楚 赫山是被人拐卖到农村后疯的 解救后她还是时常疯癫 但收养了盼盼后 她的情况就一点点好转了 因为盼盼 她一直没有结婚 我请盼盼再给我个机会 我想学着做一个好母亲 盼盼却说找出 只有我们找到撞死她养母的真凶 她才会跟我们回去 回去的路上 沈国林说 这是不好查 警察都定了姓 我却觉得 这时是沈孝岩亲生母亲做的 私家侦探给了我几个女人的资料 我怀疑曾娜就是沈国林的情人 但是私人侦探并没有拍到他们的照片 没多久 在一个宴会上 我又见到了盼盼 她比之前更漂亮了 我刚想过去与她聊几句 就听到了照上对她和龚君浩的冷嘲热讽 我愣了一下 这几天我也经常做梦 梦中龚君浩并不像现在这样 一直互在盼盼身边 她小时候被绑架 绑匪让龚君浩的大哥去交赎款 结果只有龚君浩一人活着回来 优秀的大儿子没了 小儿子还成天没心没肺地活着 从那以后 龚君浩就被父母嫌弃了 梦中的盼盼与现在也不一样 胆小 怯弱 我也一样拿沈孝颜当她的魔刀石 结果却反送了她的性命 想到梦中盼盼从高楼上跳下来的样子 我手心全是汗 在听到照上讽刺盼盼是私生女时 我想起梦中 因为她上不了台面 我居然默许了外面的传言 说起来 梦中的我也是造成盼盼跳楼的原因之一 若我是一个她可以依靠的母亲 她又怎么会从高楼上跳下去 我抹去眼泪 从宴会主持人那里拿来话筒 维护盼盼 看到她眼中的光 我知道自己还可以挽救与女儿之间的感情 沈国林约盼盼盼见面那天 有个陌生的号码发信息给我 这个号码曾经给我发过沈国林和沈孝颜的DNA鉴定结果 我以为是曾那搞的鬼 就没理会 现在这个号码再次给我发短信 我便去了短信中说的茶事 到了后 有人领我去了一间包厢 还给我送来监听耳机 他还告诉我 他们在沈国林和盼盼见面的那个包间 放了录音笔 并叮嘱我到时拿出录音笔 说是我安排的 我猜测幕后的人 是不是公家的二少爷 梦中的他并没有对盼盼这么上心 难道他也做了同样的梦 但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顾不得想太多 我拿起监控设备听了起来 我没想到沈国林那么卑鄙 居然用赫山的骨灰威胁盼盼回家 他离开后 我进去安抚盼盼 并保证会将他养母的骨灰还给他 刚把他送到酒店 一辆汽车迎面冲了过来 我第一反应是将盼盼推开 没想到他却一把将我推了出去 我眼睁睁看着那辆车撞向盼盼 却无能为力 我明白了盼盼为什么非要为赫山报仇 眼看着亲人为救自己受伤 这种痛太难受 令我惊喜的是盼盼居然躲开了那辆车 还逼停了司机 看到驾驶里的增纳 怒火从我心头燃起 看到盼盼想从破碎的车窗就增纳出来 我一把上前做了这个动作 玻璃划过我的手 很痛 但看着一脸玻璃茶的增纳 我心里很爽 最初我没想过跟沈国林离婚 毕竟两家公司业务牵扯过多 但这次亲眼看着盼盼 要被车撞死在我眼前 我决定为他养母讨个公道 增纳被抓起来后 我向沈国林提出了离婚 事后 我抱着盼盼大哭一场 他一脸的惊讶 我扯谎说 当初要是发现沈孝岩不像我时 去做亲子鉴定 就不会让他吃苦 其实我是为梦中的那个盼盼哭 但现在抱着他的感觉是那么真实 还好那只是个梦 我说天天在家闲着没事干 想跟他一起去上大学的城市 盼盼乐地抱紧我 龚君昊是对他不错 但我也要看着他们 我要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 让盼盼不能早恋 龚君昊翻外 我六岁那年被绑架 被一个瘦小的男孩救了 后来才得知 他是个女孩 叫赫盼盼 而他的妈妈 据说是神经病 离别前 我将挂在脖子上的项链给了他 并约好等我跟家人团聚后 再来找他们 当我回到家后 却发现 哥哥为了救我 取交赎金 反而被绑匪抓了起来 大哥跟他们打起来 后来从山上摔下来死了 我妈从那以后恨上了我 见不得我优秀 说大哥才是最优秀的孩子 从那以后 我成了富二代中有名的顽固 在见到赫盼盼时 他已经成了苏家的女儿 我找人调查后才知道 赫一因病去世了 赫盼盼的亲妈陈妍 发现了他的存在 他认出了我 见到我 笑着要打招呼时 我却视若无睹 从他身边走过 现在我这个名声 与赫盼盼相认 会连累他 我以为他回到苏家 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没想到一年后 我听到了赫盼盼 跳楼自杀的消息 经历以前那会绑架后 我就开始拉拢人脉 想为我哥报仇 当我得知他自杀时 还带着我送他的吊坠 我心里的闲断了 我想办法拿到了 赫盼盼的日记 整本日记里 他没有一句怨言 只写着是他不够好 才会这样 看到他写的那句 一定是我不好 要不然 小哥哥怎么会装看不到我 我疯了班的砸墙 我按赫盼盼日记上 写的霸凌他的人 一个个找去 套出他们是如何欺负赫盼盼的 有些人还得意地给我说出详细过程 说赫盼盼被扑 还认为是他自己的原因 我16岁那年就开了第一家公司 只不过没告诉家里 毕竟在我妈心里 只有大哥才是优秀的人 我手里的势力 不够让这些人的家族走向灭亡 但也能动他们的筋骨 陈妍找到我 问我为什么帮赫盼盼复仇 我以为阿姨会保护好他 没想到你的失职 让盼盼丢了性命 我将赫盼盼那本日记给了陈妍 还将沈孝妍和沈国林的亲子鉴定 给了他 在他的助力下 我们合力将霸凌盼盼那些人的家族 一个个打倒 没多久 沈家发生火灾 沈国林一家三口 连同家中保姆 全部葬身火海 同天晚上 城中一处居民楼失火 一名名为曾娜的妇女 在家里被烧死 七五过盼盼的保姆 沈孝妍都死了 陈妍报完仇 也跟他们同归于尽 我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像我 为大哥报完仇 让欺负盼盼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后 我突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 我每天都梦到那次与盼盼擦肩而过后 他伤心的表情 后来被我逼到绝路的家族联合起来到我爸那讨要说法 我将他们孩子对赫盼盼做的一切全部公布在网络平台上 并说出当年是他救了我 要不是赫盼盼 这世上早没我这个人 这些发到网上后 爸妈叫我回去询问当年的事 我笑了 现在才想起 问我怎么从绑匪手里逃出来的 是不是太迟了 要不是那女孩救了你 你大哥怎么会死 我妈一脸鄙夷 你快收手 不然到时那些人家合起来对付公家 不是闹着玩的 我从口袋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钢刀 扎向心口 看着我妈 现在我用自己的命 还大哥的命 够了吗 看着我妈那张惊恐的脸 我笑了 我望向空中那个一脸担忧的女孩 盼盼 你来接我了吗 再次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小时候 未被绑架前 我找个时机告诉我爸 有人想绑架我 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人手 没多久就抓住了想绑我的人 危机解除 大哥没为救我而亡 我还是妈喜欢的那个小儿子 也因为这次我的机灵 哪怕我不用继承家中的产业 我爸也愿意给我人手 我找个机会认识了贺盼盼 并强硬地让他成了我的朋友 礼仪 品牌鉴定 前世他羡慕别人拥有的那些技能 我全给他安排了家教 考虑到他的安全 还让他学了散打和心理学 看到他学的一脸痛苦 我乐了 我安排贺益去医院检查身体 想提前治好他的病 没想到他却被车撞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暗自猜测 难道这是天注定的 哪怕贺益病好了 也会因为别的意外去世 直到我查出车祸是曾娜安排的 我决定告诉盼盼真相 他知道真相后 要回苏家为贺益报仇 这事的盼盼 比前世自信 开朗 却一样没获得多少陈妍的喜爱 直到斑花那次生日宴 我发现陈妍对他的感情并不少 和盼盼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也很渴望得到 来自亲妈的母爱 在沈国林与盼盼见面前 我安排好一切 并向陈妍提出这一切 到时就说是他安排的 果然 事后盼盼眼里全是光 浩子 我妈没不喜欢我 她是在考验我 你看 我跟沈国林见面 她都安排好了 拿到了我和她谈话录音 其实盼盼跟沈国林见面 她也带了录音笔 但沉言的维护更让盼盼开心不已 一切尘埃落定 我跟她一起读大学 终于可以开始我的追期之旅了